马来西亚人喜爱的各式新香酱料 马来西亚人喜爱的主席由林冠英接棒 秘书长得由陆赵福担任 我要借这个机会 选择退休 我推出今天的中委会选举 同时我也不会在接下来的过会和组委会选举 换个焦点 沙巴冠病疫情进一步放缓 沙巴昨日的冠病新增确诊人数为339人 写下今年1月27日以来的最低单日记录 截至前日 沙巴剩下12996宗活跃病例 同时 疫情最严重的亚比区 昨日有65宗新增病例 12月4日以来 首次跌破三位数 都亚兰和巴巴则分别以37宗和27宗随后 随着沙巴冠病疫情好转 州内医院加护病房ICU和非加护病房的冠病病床使用率进一步降低 截至19日 沙巴各地医院的非加护冠病病床 共使用了455张 使用率为30% 加护病房的冠病病床使用率为32% 及120张病床中使用了38张 接着来关注一则山打根新闻 山打根市区操场翻新和提升工程已大致完成 是一会欢迎民众前往焕然一新的操场拍照打卡 休闲集作运动 提升后的操场增设了多个可供民众拍照打卡的新地标 其中包括五彩斑斓的字母地标 黄色霓虹灯步道以及健身设备 此外 马来西亚语坛传奇拿都里尊伟旅行沙巴旅游大使任务 在其拥有136万名粉丝的脸书专页分享沙巴旅游活动 同时在脸书上介绍沙巴旅游区推出的带我去沙巴有奖竞赛 赢取价值5000令吉的沙巴旅游礼券 该帖子还贴上树章展现沙巴大自然和人文风貌的照片 吸引大批粉丝留言赞好 今天的晨间新闻就到这里 期待与你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